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所以我想各位我们在破除我执 什么叫我执 我爱的 我恨的 我执着的 我骄傲的 这些的过程 这个才叫降魔的过程 佛陀是降魔成道的 但是如果你善待自己 款待自己 那不行 所以各位一定要故意折磨自己 特别在心里面修苦心 当然从身体慢慢的去练习 然后慢慢吸你 你千万不要去随顺你的心 这佛教叫放逸 放逸 所谓不放逸 叫精进为成佛之道 成佛的基本 那你要开始打击你自己 爱的你不能去爱 恨的你不能去恨 不关心的你不能还是不关心 跟他讲 而且进一步要发起菩提心来承受对方的痛苦 所以我师父教我 只要有人在跟你供养 或是跟你忏悔 你要全然的吸收他的痛苦 你不能怕 就像说 有人说 师父 我爸爸得癌症 你帮他回向一下 什么叫回向 那么不接发地 好 祝你好 跟我没关系 我已经帮你回向 这是虚伪 你要修菩提心的时候 念的时候 一方面把佛的力量给他 二方面把他所有的业障病吸回来 你要借这个机会修行 不然你只是利用佛法 我把佛法给你 就在现在很多人修行 我把佛法来要求别人 自己不知道佛法是什么 师父给我说 不能生气 我告诉你不能生气 那你等一下换你生气 因为你自己 佛法在密称有个重点 所有的佛法 是从你心里面生出来的 本尊是从你心里面生出来的 是你心里面有这个 出力心 大悲心 菩提心 从空性里面显现 本尊而去供养 而去持咒 本尊去利益众生 那是你 你必须从你自己而出来 念一下 念佛 念心 念众生 你要把佛的功德 透过你的空性 全然的去帮助众生 接受众生 而不是说念阿弥陀佛 叫你得阿弥陀佛加持 与我无关 那别人没有一个人 可以感受到你身上 有佛的味道 有法的味道 所以我们去祝念十次 是不是做十遍阿弥陀佛 多好 所以所谓菩提心 是你要承担了诸佛的任务 而且眼前这个众生 就是你 这个叫大悲心 你的所有痛苦 我可以承受 我可以感受跟承受 这个叫大悲心的真上意乐 你才能够发起菩提心 所以你要有菩提心 才能够把佛的菩提心 来帮助对方 所以这个时候 你必须在无我的空 你不能保护自己 你不能讨价还价 怕 所以各位最好要发愿 让我在没有正空性之前 都是在百分之一百的磨难当中 让你保持警觉性 所以我们说 我们是轮回战场上面的心灵战士 随时还掉落五间地狱的 这个叫金刚秤 如果各位你喜欢修金刚秤 只有两条路跟你写 下地狱或快点成佛 你不能说 你还要有世间的享受福报 那就没有可能 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不能有 我说我是嘎举教派的 我是格鲁教派 你讲这个方法 毁不毁谤佛法 我得到嘎举教派的加持 我很感恩 但是原来所有的教派 都是我们嘎举教派尊敬 我这边听到就这么伟大了 何况其他的法门 都是非常伟大殊胜的 这样讲一切法必尽平等 不然你有分别心的时候 那又落入了佛教里面的 非空性的修行 变成见解有问题 那变成一种末法 所以很多人说 韩道法师你是嘎举教派 No 你是格鲁 No 因为佛法 所以我佛陀 我师父说 我们是成佛教派 菩提心教派 所以我很喜欢讲阿底峡尊者 嘎丹派是没有的 嘎丹派不立宗派 但是所有教派 都要讲嘎丹派的教法 因为嘎丹派没有立教派 他才成为所有宗派的教法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在教派里面修行 这是一个延期 但是我们是透过 这个门而入一切门 可以 但是不要把自己归入 我是念佛的 我是禅宗的 你一直讲这个的时候 然后就显示 你有这个法的傲慢 那就完了 最近有一个句子 师父我是修心中心的 他问我心中心是什么 我也会 但是我没有说我是修这个的 那你为什么要强调修这个 你跟我有哪里不一样 但是你一强调 你又落入一个 我这个最好 那我们念地藏经就不太好 我是密宗了 那汉传佛教就不太好 我是汉传了 那你看不起藏传 所以我这个叫打模糊仗 各位跟我最好学一些 我是打模糊的 但是每一个教派都认为 我是他的教派 因为我都对每一个教派供养 学习 这样就好了 因为我要得到 我要有这个法的利益众生 我去学习 这是我师父交代的 我师父说 你走到哪一个道场 你要变他们的人 人家才会跟你融入 你也学到对方的 不然的话 你是念佛的 然后跑到禅宗 我是念佛的 对方也排斥你 你也不接受 那你去干嘛 你就干脆不要去 那你去念佛道场 你说我是念佛的 对方会很欢喜的 跟你交流念佛法 这样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也能够以开放的心态 让他了解他 念佛就是密宗 这样也可以了 念佛也是出离心 哪一个教派不念佛 大乘佛教回归一个 叫念佛法门 所以 但是你又把念佛法门 又给他紧缩了 因为我是念佛法门 所以我不去密宗 那这个都是违背菩提心的 所以 在于切式地论 这个叫相似菩提心 相似佛法 很多人认为说 我在学佛 事实上他这个是个偏激的 那我讲到这个地方 你不要管他修行什么法 看他走路吃饭 带人接物就知道他有没有修行 用这个去看就好了 这个是祖师看人最重要的方法 因为祖师这些老和尚 老看部老格西 他们一辈子都读佛经了 你不用再跟他谈这个了 他看走路带人处事 眼神 心态 他知道 你才修什么 这样 这个叫法要入心 所以我认为各位 上师入心 而不是说 我的上师是这一位 其他就不是我上师 那你加入党派 依人不依法 上师代表法 有这个法 所以我跟他学乎是他这个人 哪一天你的上师还俗了 你怎么拜 你跟我说 你在挣扎了心态 不拜不对 什么违背上师 拜不对 他老婆没有我好 那你那时候会很痛苦的 这个没有违背 因为你从他身上学到这个法 我们感恩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去拜很多 医治很多上师 就像阿提侠尊者 有520几位上师 147位 522位是因为阿提侠尊者 那个时候 他是个王子 第二个叫越战王子 他爸妈就赶快希望 他赶快结婚 准备帮他办婚事的时候 那个时候阿提侠的护法 那时候应该是利度母 跟他讲 你过去是出家 522世 你不要结婚 而这护法神很重要 护法菩萨 他就随时 当你不小心 他就把你拉回来 阿提侠一听 那我不用结婚了 所以如果有人跟你说 你已经7次出家了 你现在还结婚 那你就要考虑了 我是出家人 我怎么结婚了 出家人如果过世间的生活 叫格格不入 很痛苦的 一事无成 我真是如此 我结婚刚好7年 也不知道在干嘛 这样 别人认为我幸福 我真的觉得叫 井底之我 关在牢里面的人 别人觉得 你太好了 你有福报 什么什么什么 我是痛苦的要命 当然曾经去麻醉自己 结果也麻不醉 也很奇怪 也得不到快乐 如果叫喝酒 找女人 去享受跑车 富贵 然后也不快乐 接触不了你的心 只是觉得 越空虚而已 对不对 我想各位 每个人都要这个过程 因为这个过程 会让你知道 佛法是什么 所以不经一世 不长一智 你千万不要对过去 所做的事情 让你灰心 而且这些过去 让你做错的事情 让你更精进 这样就会 让你更有悲心 去同情别人 所以我现在很喜欢救鱼 因为我很喜欢钓鱼 对 忏悔我过去钓鱼 最好的方法 就是因为救鱼 那我为什么 那么喜欢钓鱼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鱼 但我不吃它的 我只是看到它 我就比看到女人 还兴奋 我看到一只鱼 我就很奇怪 所以我一定过去 是龙宫里面 游来游去的那种 所以我很喜欢 每一只鱼在水里面游的 可能叫自在 快乐 所以没办法 就把它找回来 放在家里 我妈妈是我的供母 我妈妈把我 弄了很多鱼缸 这个是海水 那个是淡水的 然后我全部鱼 都围在那边 天天看 我结婚以后 我才知道 我买了更多 那是我唯一的依靠 这个世界 没有一样 是我可以爱上的 因为所有的爱 都有痛苦 所有拥有 都有痛苦的 人家说你有钱 你也痛苦 人家说你丑 你也痛苦 对不对 人家就像一个女人 你好美 你痛苦来了 你本来是不美 而且会很快 不美 反而你越得到别人的称赞 你压力也大 因为那个叫有压力的 不自在的美 不自在的有钱 不自在的高贵 老实说 现在这些做最高的官领导 他们恐怖恐怖 就怕下台 所以他们就会 东拜西拜 东求西求 看能不能不下台 投资越大的 越信佛 他信是为了投资 不是为了学佛 佛来保佑我的投资 你要我供养多少 没问题 一百万人民币 包了 看能不能这样 就发财一点 所以 但是他那些种 是因为他的 不确定性 就叫逼迫性 恐怖性 他没有找到佛教的核心 但是基本上 他能够接触佛门 如果那个善知识 赶快借这个机会 告诉他 这样就很好 这要有福报 好 那各位把阿底峡尊者这一章 我们来讨论一下 请问脚会不会算 我们 站一下两分钟 好不好 然后呢 舒缓一下再来讲 我之所以印这一章 希望各位就可以 自己看 那这一章是我从阿底峡尊者的传记里面 我研究了三天 我研究了三天 把他的资料 把他的资料 收集 给大家 然后呢 来 各位念一下 一心齐情 菩提心 菩提心 教父 阿底峡尊者 降临 加持 恩阿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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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请坐 总共有十页 我们把它缩小印 我很喜欢看佛经 很喜欢看佛教的书 包括主持大德的传记 包括世间这些名人伟人 佛法不离世间法 佛法本来就是个空性 你要去找佛法 必须从世间法去找佛法 你离开世间的一切 你不懂世间的一切 就不知道佛法是什么 那佛法被我们就是一种压力 但是佛法如果融入在世间法 那世间法的生老病史变化 如梦幻泡影 真好玩哦 所以很有意义 所以骂你 骗你 伤害你 都是菩提心的助缘 生病 死亡 车祸 所以各位要多观想 车祸 你要怎么死的先想好 死的时候还在 我妈的妹妹 我不是阿 得癌症的时候怎么办 你老公得癌症怎么办 你儿子死在你面前怎么办 你都要观修无常 千万要观修无常 如果你不观修无常 你会想要用佛教 去交换你的快乐 所以诸佛菩萨加持我们 接受变化 所以你要开始去面对变化 不要想要抓住什么 抓住什么 执着就痛苦 你一执着就看不到真理 没有真理就看不到 菩提心是什么 所以别人的事都是我们的事 记住 报纸上每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你都要变成你的 你怎么去处理 你是那个往生者 就像最近 沙烏地阿拉伯那个记者被杀掉 听说报纸他是被割结身体 活活的割结死掉 那你要马上观修 观修到这个哈少吉来到你面前 敢不敢 然后一起的 我就感受到你的痛苦 当我在这个被慢慢的十几个人 割我的身体的时候 那我那个时候我要想什么 然后我能够体悟到 他的身跟心的感受 你才能够去帮助他 你会有这个生命的经验 这个叫自他交换 这个时候你最容易修那一种菩提心 就像弥勒日巴尊者 他已经面对地狱的痛苦的时候 他才能够有真实的 愿成佛的心态 因为他不修行 他就下地狱吧 所以要在极苦的状态里面 所以弥勒日巴尊者是一个苦行而成就者 那我想 那这个世间有这么多苦 儿子被虐待 所以那一天发生一个 台湾的一个医生 他跟他先生太太经常吵架 然后他太太实在 他们恩恩爱夫妻结婚才一年 生一个小孩 那太太受不了了 等他先生晚上睡觉的时候 拿一桶汽油给他泼下去 然后放火给他烧下去 我认为他就是想要全家都死的 但是一痛起来的时候 一叫就跑掉了 所以他先生是比较严重 他小孩也烧到 他自己也烧到 家里是有钱的 这是父亲找着 称恨心一起变汽油了 想要自杀不容易 在烧的过程你就会跳起来 所以这个被烧的过程 你都要观修 这个叫不舍弃众生 你要不舍弃众生 跟他连在一起 而思维无我的空性 这样你菩萨道 才不会有障碍 各位这个要实修 我认为阿底侠尊者的故事 他只是一个视线一个修行者 每一位祖师 都是一个修行者的心路历程 让我们去学 学观音菩萨 学地藏菩萨 学阴光大师 学极天菩萨 学噶玛巴 我觉得我认识大宝法王 他真是在极苦的心态 因为在这种末法要修行 特别他发的愿 承担众生苦 你有什么苦 他就把你吸过来 然后自己在那边 好苦 然后这个苦就会让他 只能精进 不然要怎么办 但是偶尔人毕竟是人 所以有一次 干妈巴就跟我们说 大家都把我当佛陀 很苦 事实上我也是肉做的 是他希望学到他的法 而不是把垃圾丢给他了 但是也曾经发过这个愿 那既然发过这个愿 那这个折磨就永远在折磨 所以我认为 你要行菩提心 那这个折磨的过程 那你没有一刻可以休息的 如果你想休息就是堕落了 这个世界啊 我师父说了 这个世界就像一个烧 红红红红的铁片 每个人都在上面 左脚右脚 左脚放久一点就烫焦 只能跳来跳去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而已 这个是真相 然后所谓佛法乃是菩提心 就在一个烧焦的一个地方 一直不停的浇干露水 然后有一块清凉地 踏几秒钟 因为但是太多人要踏 要踏不进去 那我们 那自己也在被烫 然后你还在浇干露水 连你自己要踏一下 不然怎么办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但是哪一天你能够超越 这个痛苦的时候 叫空性 空性还是在那个状态 只是你心里面 平静地接受这些 修学佛法不要尝试改变什么 空性全然接受什么 然后从接受里面 我儿子吸毒 我也接受他 但是我来帮他 而不是骂他 我老公对我很不好 有外遇 我也接受他 因为没有他 怎么削我过去这个业障 因为你现在所面对的痛苦 都是你给别人给你的 现在你要修行 他浮现出来 不然怎么削业障 衣服脏就要洗 洗就是要把脏的挖出来 不要讨厌脏 不要讨厌别人对你不好 你只是接受他 但是保持觉醒 它是一个夜报虚幻的 它是让我生起菩提心的助缘 好吧 这样说 但是当你去想要去抓 或想要去排斥的时候 问题就来了 那个感觉你想要抓 那个感觉你想要排斥 那你又失去那个 那个点 那个觉醒的心态 我想镜子只有照 只有照 他不娶不舍叫镜子 所以那你保持这样的状态 然后以这个状态 来看到世间的苦 来对世间生起 只有一个心 搭配性 怎么样帮助所有 但是越要帮助别人 你越要安定 你心里一乱 这个刀子开刀 又又伤害到对方 心里不能乱 所以我这样说 我想学佛是一个 一个高级的 一种科学也好 心灵教育也好 生命教育也好 但是目标是 对所有法界众生有帮助 所有法界众生 无量无边 无量无边的痛苦 所以我们来 简单的 念一下 第一 来一起念 献共是 执着贪的对质方法 想向众生因此获益 一切困乏得到补偿 圆满布施布鲁明 献共是 发愿服务众生的延长 所以 阿里小尊者 写了一个感想 所以献共 我们在佛前做供养 是执着跟贪心 对峙最好的方法 不失度谦谈 所以 而且我们献共 不是说我们 我在供养佛 还要想到众生 想向众生 因为我们的供养 献共 他们得到利益 他们现在的痛苦 恶鬼道也好 贫穷 生病的 一切困乏得到补偿 所以献共 如果有一个正确的 可以圆满 布施布罗密 而且献共 也是开始 我要帮助众生的方法 我想学佛 发菩提心 成佛 就是要帮助 布施众生 所以献共 是发愿服务众生的延长 所以各位 现在开始 你献共的对象 就是你的家人 先生 太太 小孩 亲戚 朋友 公司 同事 再来 你必须去了解 温哥华所有的一切 今天早上有人打电话 给我说 温哥华有几个 出名的医生 我说我又不是温哥华人 他说我赶快帮你问 我帮你服务 我帮你找 所以 那我想很多事情 你要去了解 人家问你 温哥华哪几家素食好吃 你要会分析 你又说 我又不吃素 你问我 因为你要信菩萨道 你要懂 所以 那我们要 一直想办法 我们活着是为了服务众生 所以我在这边告诉各位 你一定要跟你儿子讲 他们有机会来到温哥华 然后在这边读中小学 读大学 你不能说因为你疼爱他 希望给他一个好的环境 你应该从这里面又提升 你在学的 是要所有众生 得到快乐 去学 学习服务他们 希望印度人 希望穷人 都能给温哥华的享受 可以 希望冰天雪地 乃至这些苦难的沙漠 都有温哥华的快乐 我们是为这个而去学习 去读书 读英文不是为了赚钱 读中文也不是因为 现在中国人在做生意赚钱 所以那是要服务众生 所以我们每次在献贡 就故意要把做得很庄严 就像各位来这边做义工 那我们也是在服务 那你不能在这边做义工 回家就等你老公煮饭给你吃 所以你必须要开始服务 而且各位你喜欢吃树又特别好 吃树是度众生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以前在基督教 我们有家庭团契 家庭团契是利用 一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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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教育给传出去了 而且是全家 全家 我们我认为佛教也要如此 佛教开始现在要家庭团契 要让全家学佛 对不对 而不是妈妈学佛 然后爸爸没学佛 妈妈学佛 儿子没学佛 那这样学佛的气氛 还没那么圆满 第二 当阿底侠尊者 自己得到福报 或是发这个愿 他也要希望所有众生 都得到这个愿 所以我们一起念来 我祝愿大家都如我一样 具足一切美满 愿你们也能生在王室之家 富贵出家 我愿世事可以出家 不受在家的束缚 可以以比丘的身份 去修行和供养三宝 以悲心来关照众生 头面这句一句话 各位 现在你住的房子很好 一千万加币 搞不好 三百万加币 那你去缅甸 非洲 去印度看看 特别印度还保留佛陀时代的 就是一片草 然后就OK了 晚上只有一片布 万一天气冷了 他就死掉 万一水灾来了 他就淹死 外面养一头两头牛 这样了 他们的日子就这样过了 但是我们比较好的环境 坐好的车 你不能骄傲 你马上要发这个愿 我祝愿大家都跟我一样 具足世间的一切 美美满满 也愿他们都生在像皇室里面一样 护贵之家 因为阿底峡是王子 月上王子 后来发心 想要出家了 所以他也要希望 我愿 生生世世都可以出家 原来在家是一种束缚 家庭是监狱 感情是锁链 赶快跑 我讲的是心跑 你不要真跑出来 你心跑了再讲生 因为你现在还没办法出家 你就心里出家 所以你在家里要有个佛堂 让你安顿安顿 但是出家是为了在家 什么意思 心出离 好好爱家人 这样就好了 你如果执着的爱会让你痛苦 那是一种出离的爱 没有压力 是吧 就像你去爱隔壁的小孩子 你没压力 你觉得很快乐 你去爱老人院的老人 你很快乐 你去服务他 但他不是你爸爸 你回来没压力 但是你不能这样就舍弃他 你要把这个没压力的 变成永恒的爱 因为你不执着这个老人是你爸爸 但是他接受你的服务 你觉得我今天过得好有意义